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古海洋帆 我是王孟平 今初年剩下最后一个交易日了 那要不要报股过年 其实大家心中应该都已经有定见 但如果说没有选择被迫要报股过年的话 这种被套劳又卖不下手的股票应该如何来看待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 首先是淳威良分析师 威良好 孟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吕翰威分析师 翰威好 孟平好 大家好 先来检视一下您手上的股票 有没有符合报股过年的条件 带您来检视 开始出现一个放量 红推放起来的时候 这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留意的一个位置点 看筹码比价量 挑选值得布局的好股票 距离台股诸年封关仅剩最后三个交易日 有投资人开始考虑把手上的股票 卖掉变现 落袋为安 但也有人认为在台股多头气盛下 可以安心报股过年 不过怎么判断手上的股票 到底是不是核续报 投资大人蔡斯也给出筛选的参考指标 你要报股过年的话 你要先看一下说你现阶段的个股来讲 它是不是还是呈现一个一波比一波高的一个上升趋势 而且它还有法人 也就是外资有在近期还在做买超的话呢 像这样子的股票呢 会比较适合呢来做一个报股过年的一个动作 除了股价与外资买盘偏多 若能搭配上股价近期拉回月线有手 且能在拉回后出现红K棒 透过四大步骤筛选股票 达人分析在目前台股多头的环境中 胜率可以达到55%到58% 而在这样条件中 筛选出来适合报股过年的股票 目前又以散热与电动车相关类股居多 不过就怕台股封关期间 市场出现非预期因素干扰 因此达人也建议设停损点非常重要 我都会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把你的停损点设定好了之后 才可以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那进场之后呢 假设股价最终不如您的预期 跌破停损点 您也是要按照几率来做一个出场的一个动作 其实有很多国家现在都有相当多的政策 在推广电动车的部分 所以电动车其实在今年来讲 未来很有机会在这一个年度呢 制造出比较大的一个销售量 封关后也将是美股财报周 攸关台厂供应链的苹果特斯拉将公布财报 统一投顾董事长黎芳国指出 封关前抗叠财报营运展望家的台厂供应链也能留意 趁着岁末年中帮自己手上的持股来个大体检 挑选值得续报的好股 让鼠年来临可以持有好股 继续为自己的投资钱滚钱 记者林文盛西永正台北藏不斗 好所以报股过年呢 当然想要的是赚一个大红包 但换一个想法 如果报钞票过年的话 好像就没有这么多烦恼 那如果讲到烦恼的话 马上要跟我两座观察 因为其实过去一年 大家来看检视手上的股票 发现到说很多 他其实讲的是特定的族群 跟特定的股票的时候 一讲很多很多人不敢追 所以如果有这种 去年很多散户有 但是套牢的股票 明年要怎么翻身 好那讲到散户喜欢买的股票 其实先回顾呢 在去年一整年呢 我们用了股东增加人数的排行 就可以看出了 实际上到底呢 散户最爱买哪些公司 那前十名公司里面呢 其实很多都是呢 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型企业 比如说呢 买最多的就是鸿海 再往下看到呢 还有望宏 那另外呢 联合再生 台新金 星光金 那再往下看到呢 还有好几档金控股 包含国泰金 那银行股的台气银 以及呢 台泥 南亚克跟中信金 那这以上十档个股 就是去年 散户最喜欢买的 那鸿海的部分 可能要看一下 它增加11万人 是在什么价位增加的比较多 其实大概就是在去年 差不多接近苹果要发表新机之前 所以大家想着应该会有一波旺季 那当时鸿海的股价也一度呢 出现转强迹象 只是后续呢 它可能整个续航力不足 那又陷入到蛮长时间的盘整 不过就是刚刚把这前十名的 散户最爱买的公司 列出来之后 我们大概发现到 在去年其实呢 大致上表现呢 不太理想 因为呢 去年光大盘指数的涨幅 是23.3% 那以上这十档个股里面呢 击败大盘的只有鸿海 旺宏 还有南亚克 这三家公司 但是大家不要灰心了 因为过年我们来说好话了 就是呢 其实进入到金属年 我觉得这十档股票呢 绝大部分今年都可以期待 原因在于 比如说鸿海呢 它是很重要的全资股 那今年呢 苹果又要推出呢 重量级的5G iPhone 那身为最大的组装代工厂 鸿海的业绩当然可以期待 而且因为外资资金 源源不绝进入到台湾市场 那像台积电啊 或者说大力光啊 这些全资股 其实外资的持股水位比较高了 所以如果外资要买一些 比较低位阶可以加码全资股 我认为鸿海是首选 那望宏南亚克去年表现 已经还不错了 不过主要是集中在第四季 那今年看起来呢 整个有大循环往上的趋势 那包含我们待会也会聊到一些 景气复苏的产业 所以我想这两个个股来讲的话呢 今年也是站在很好的起跑点之上 至于说金控股 刚才提到好几档金控股 去年表现也差强人意 但是呢 就台股轮动了一个历史的经验来看呢 往往电子股先涨在前面 把指数根本一笔称高之后 金控股通常呢 是压轴的 国泰金居然还跌了9% 受险上面呢 也会担心在海外资产的一些波动 不过今年看起来呢 毕竟呢 尤其进入到这个 第一季末到第二季出的时候 我想殖利率的话题会开始呢 成为台股的一个焦点 那因为呢 指数在12000点以上 其实大家还是会去寻求一些呢 比较安全的避风港或者具备呢 相对比较理想的投资价值 那金控股呢 因为向来波动度低 而且呢 往往有殖利率比较稳定 甚至高殖利率的色彩 所以我想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今年散户爆这些股票呢 应该后市会慢慢有不错的一个 投资回报可以期待 好 所以其实刚看到 这散户最爱的前10名的股票当中 其实有一些大部分都还是涨 只是说它涨的比大盘来得少 绩效并有打败大盘 那这个部分就要请捍卫继续观察 像是在产业面来看 其实最近在过年之前 开始涨到很多是 大家觉得原本比较惨 很惨的一些股票 那现在怎么看 对 其实讲到这个散户最爱爆股过年 如果爆台积电 我想大概不用我们讲 那爆联发哥也不用我们再去分析 但是偏偏很奇怪 这个股票市场就是这样 涨得越凶的反而不一定抱得住 那当然如果你手中的股票是 比加钱指数 就是2019年整年度 涨幅都还要强 我想你应该还是处于一个获利的状态 加钱指数大概 2019一整年大概涨了25% 那如果是看0050大概也有 超过近三成的这个报酬率 但是有一些族群就这么特别 这个别人在涨 他就是在地上 可是我觉得先跟大家讲 2019年其实年初的时候 市场上面的氛围都非常的悲观 认为2019年会发生金融风暴 所以其实也有点猪羊变色的意味 像PCB族群真的是从前三年没有那么看好 到2019年几乎每个都 甚至有出现翻倍涨的情况 所以今年能不能有这种所谓的 猪羊变色的情况再次出现 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产业 我不敢用惨的讲 而是说还是 我觉得都有景气循环 像以观光产业来讲 因为2019年 我觉得有点选举的因素 那大家就是很担心 这个路客的自由行大量减少 我甚至在上个礼拜 就是播出的上个礼拜看到新闻 好像说自由行 路客自由行申请的个位数 甚至还是零这样 但是也有所谓的相关的餐厅跟饭店 它能够逆势突围 像原山饭店 我之前就有看到新闻 它居然反而在路客没有来的时候 营收还很好 而且它特别强调它的在地 它有一些特殊的 所谓别人所没有的这些景观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相关的服务 所以他们就会 还可以维持一定的营运 所以观光产业会不会从一个谷底 来出现翻身 我想最近我在连这个脸书 大家在看这个谷海洋环飞环的脸书 我在脸书看到有人在问说 现在还有哪些饭店 有去补助自由行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光产业 会不会到谷底出现一个回升 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毕竟股市来到万点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非常喜欢 投资人非常非常喜欢的 就是塑化产业 一讲到台塑四保 我想很多现在电视机前面的观众们 应该都是股东对不对 可是你看反而他也是跌的蛮惨 因为跟大陆开出来的产人 还有这个报价都有点关系 所以你看四保的这个董事长 好像对2020年的展望 大家目前来讲都还没有相对乐观 可是你要换个角度想 股市都已经来到万点了 景气还在那边亮绿灯 很厉害 这个单个月居然可以从华南灯弹到绿灯 可是那好像传统产业没有跟上脚步 有没有机会在2020 所以我觉得报股你也可以参考这一些 那甚至包括像是面板产业 就是在过年之前大家最夯的 反而外资开始积极去 那我想这些股票可不可以报 我们在下个阶段 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好 所以面对这产业的发展 尤其在最近面板双户的部分 先前记得外资一个报告 瑞幸说他们认为说 友达回到票面价值上之后 接下来群创也会回到票面价值上 所以最近涨面板 而接下来又拿一些个股接傍充 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